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宇宙 大学是一个求道的地势 这个道不仅是包括知识 还包括做人的道理 对这个社会的态度 所以是一个全方位成长的一个场景 我们专业教育学的是 我们希望掌握一个工具 赋予一个社会 就像孔子说的一句话 君子不弃 是说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工具 来赋予社会 而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道德 那么我们会把道德学制的养成这一部分 包括我们的生命意识 包括我们的科学的理念 所有这一部分 我们都看作是一个同时教育的 学以为己 这个己呢 不是说学习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是为了此生的一个修养 同时教育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倾向于一个经典教育 尊重敬畏经典 要好好地去研究它 这种专身的经典阅读 它对任何一个学科的专业学习 都是有帮助的 那种泛泛而团的 什么都懂一点的 这样的同时教育 其实是我们要回避的 同时教育不是一个浅尝折止 这样的一个学习 有很多的学科 是你越深入进去 你真正深入到 特别深入的程度的时候 你反而才有可能碰得出来 如果我们每个专业 整个的能把自己的核心课程 提炼出来 也就是犹如一个树 有了根 和有了最初的这根枝干 然后让它自己再去发挥 那我觉得这个树 会更加地更深入 大学学习的一个特点 要学习各种不同的看法 面对同一个课题 横看成岭树成峰 真理不总是一个 应该培养一个 跨学科的视野 以问题为导向 然后各个学科 其实很多学科之间可以打通 广泛地吸取其他专业的东西 应该是创新的一个最佳途径 跨专业学习 跨学科读书 也许某一个灵感 就是在这种学科的碰撞之中 被激发出来 教育是在人忘掉了他学习的东西之后 依然留在脑子里的东西 韩玉讲传道授业解惑 讲的是一定要是在一个学生的心灵的土壤里 和感情的土壤里才能去栽培 他学的不只是知识 而是知识怎么样能够化育到自己的生活里 学生们选择了北大 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几年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园子里边度过的 那么我们作为北大的教师 我们要对得起这样的一种期待 这个应该是我们作为北大教师的一种 面对学生的严肃的承诺 在大学阶段 要努力地确立一个信念 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你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 你想的是未来 你一定要从事非常务实的职业 我认为教育在一半上的可能性 就已经消失了 学以成人 或者说普遍性人格的建立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是人既能够深入到自己的时代 又能够超然于自己的时代 真正的光明并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 但是它不会永远被黑暗所营造 要有一种人格上的养育 要有一种气局上的开阔 要有一种性情上的涵养 找到自己的理想 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人吧 大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样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基因 永远不会放弃思考 这是北大的基因 想人之为想 做人所畏作 才中家之堂成一家队 也就是说百大的同学 应该要养成一种 做学问持于人后的 这种深入骨髓的女的理念 有可能正确的人生道路 一定是用力的方向 什么叫陶野 陶就是制陶 是要烧的 野炼也是要千锤百炼的 眼界要高 手脚要低 切 错 琢磨 不管是哪一个字 我觉得都不轻松 儿的内在的道德 也是一个神态 你的所死所虐 所期所小 这些就像牙刮雨水一样 每天每天不停地 构住你自己的神态 众里寻他千百度 猛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通过不懈的努力 准有一天在你 认为就是说一个不经意的时刻 你会得到这个真正的发现和收获